作詞曲 李宗盛 我们这个整个星期都在准备受难节复活节 所以今天我们来阅读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应有一婴孩为我们的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挣权必担在他的板头上 他名称为奇事奇妙 硕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精 来我们一起地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求你恩高你不配的仆人 叫你话语 那可明白的先讲出来 我们听的我们讲的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呢 当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以赛亚这个先知早就一眼了 有一个人呢 他要降生 然后呢 就变成成了一个人 那我们他不担当我们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罪 所以今天 对基督徒来说 耶稣被钉死十字架 是非常痛苦 也很感动我们 我们一切的基督徒就很感激 我们的神啊 就这样子做 那我们有的时候 一定要思想 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的爱 耶稣是创造人类的主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百分之百的人来到了世间 来为什么呢 来担当 来死在 十字架上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两千多年前 在破利横 马朝里的耶稣 他是奇妙的 说是千人的神 永在的父 我很喜欢这句话 永在的父 和平的金王 这样的耶稣 为何到成肉身降生一事 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呢 受苦被钉十字架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 那是因为耶稣 创造了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所以当人类叛逆神 耶稣 神就变成人 来到了这个世界 碎落的人类 就是耶稣的十字架 他的儿女 因叛逆神 带给神极大的痛苦 所以为了拯救 罪落的人类呢 耶稣他乐意的变成人 来到了这个世界 来告诉我们 他很爱我们 所以我很感动 当我看到这个 每一次 这个受难绝 看到这个耶稣 被钉死下 被侮辱 被鞭打的时候呢 眼泪就不停的流 为什么我们在想 哎呀主啊主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 这么痛苦的 为我们而死呢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点挫折 有一点问题 我们就埋怨 然后呢 但是你啊主啊 你乐意的 接受了这个 惩罚 背的这个十字架 受苦 十字架就是 因人类的罪 导致神的苦难 和伤痕 耶稣 接着十字架 把我们从罪恶 世俗 魔鬼 疾病 咒诅 和死亡中 拯救出来 使我们成为 新造的人 所以 有人问我 李牧师啊 你的耶稣 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你怎么讲 我说 我们的神啊 他所做的 最大的神迹 不是只是 医治人 从癌症 不是 祝福人 从贫穷 变成富有 他所做的 最大的神迹 就是 死在 十字架上 来拯救我们 当每一个人 接受他的时候 我们就被改变 我们从罪恶中 从世俗 从魔鬼 从疾病 咒诅 和死亡 一切呢 我们得到了 盼望 这个是 最大的神迹 没有一个神迹 可以比 这个神迹更重要 就是 耶稣 来到的时间 死在 是这样 当我们接受 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生命 可以被改变 这个是 最大的神迹 所以因此呢 十字架 并不代表 殊死 反倒是 极大的痛苦 耶稣的十字架 为何痛苦呢 请想想 耶稣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光景 当他父辈 十字架时 他的门徒 个个都逃走 而他曾经 医治他们 关爱他们 喂养他们 和照顾的人呢 却忘恩负义 高喊要钉他 在十字架上 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是原以 无法形容的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 成为基督徒说 哎呀 为什么 为什么你有的时候 在教堂会哭啊 因为 我们想到 耶稣对我们的爱 他说 为了我们 所受的痛苦 是 没有一个人 可以担当的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 受难节 我们来欢庆 受难节 复活节的节日 我们是在家里 不能够到教会 政府已经 给我们牧师 一个通知信说 这一次的 受难节 复活节 不允许在教会 积极来敬拜 只能够在家里 但是 我相信 在家里 也是有主耶稣基督 无论我们在那里 耶稣的爱 永远不改变 耶稣的祝福 永远的 以我们同在 耶稣爱你 希望你不要伤心 在这个烦恼中 痛苦中 不能够离开家里 很烦恼 但想到 耶稣对你来 永远不变 好好地来到他面前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爱我们大家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 主啊 你的十字架 对我们是这么有意思的 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国家 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 希望你的圣灵可以感动 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的疾病 很快的就过去了 因为你才帮助我们 你才祝福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 因为你的儿女们 也祝福我们的这个总统 我们的这个医生们 博士们 一切在前线的主耶稣 帮助那些病人 主啊 给他们力量 是给他们身体健康 我们谢谢你主耶稣 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 你永远不离开我们 我们也是愿意 谢谢大家 祝福我们生命 祝福我们生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